總共有57頁 你總不可能說每一頁都再跑一次再跑 那太浪費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就讓他跑個回圈 自動幫你把他抓下來 這樣不是很好嗎 怎麼做 一樣我們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動作你把他彩排過 然後並且在利用什麼 在利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聚集 開發人員 裡面的那個錄製聚集 這個聚集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把它做 剛剛把動作錄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錄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結果啦 所以我剛好沒錄到 OK 那特別注意 錄製的動作就是 先按錄製聚集 輸入那個大樂透下載 輸入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做過一遍 那程式就出來了 裡面的關鍵地方就是改這個1 那改的方法 特別注意 就跟之前我們 寫那個 迴圈的方法 比如我們是for i 所以特別注意 我就在第1行的後面 按個Enter 然後按個Tab鍵 然後寫什麼呢 寫之前寫過習慣的那個for i for i 等於 1 控一格到 57 再Enter兩下 對不對 再打一個NAS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我們寫很多遍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把它放 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with到endwith 也就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把這一段呢 把它移動到for net的中間 移過來就好了 那因為移過來它的階層喔 應該是要再往下一階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with到with的這個部分 再選起來 然後按個Tab 讓它下一階 那這樣的好處 如果你不做這東西 OK 也可以執行 但是如果你做了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頭跟尾就很清楚了 一定有for 一定有NAS 那以後結構就會相當清楚啦 比較好閱讀 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好 第一階段應該可以看懂嘛 所以就是把那個路下來之後 然後呢 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再來的話 再把這個i有沒有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的indage page 等於1的1 1喔 它是一個字串對不對 所以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把i放進來 就是要把它切開來 然後放進來 那個步驟我講過很多遍 你乾脆如果你 實在是 不太知道為什麼 你就先記 那個口訣嘛 有沒有 1先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i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ind 前後加空白 OK 應該這個不陌生啦 而且我們寫了蠻多遍的 那我一直強調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 你要在一個字串當中加個變數 的方法 都是這樣寫 OK 所以你熟悉之後啦 以後 不管你是不是寫VBA喔 以後如果你寫別的程式喔 概念是一模一樣的喔 OK 所以 其實我是覺得你至少要學一個語言啦 以後的話 你再去做 別的事情就簡單的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 來亂亂看了 基本上程式就改完了 那也許我就把這個大樂透下載這個名稱也許加兩個字 叫P次好了 這個就變成P次的 就是不是這一次 OK 他這個地方就變P次大樂透下載 然後就改一個回圈 那就OK了 不過 在執行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點 他這一行會錯誤 叫什麼 點 點 MainType等於0喔 這一行是多的 他好像會卡在這一行 這一行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按 前面加個單以號 好 否則這一行好像會出錯 他這一行是多出來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喔 接下來怎麼練習 也許你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再切到Visual Basic 我們按F8 租行來跑跑看 看到不OK F8 這個時候的話 I等於E OK OK 然後 indage page串在一起 就會丟給他一個 indage page等於1 然後放在哪裡呢 Distance 有沒有 Distination 這個就是放在哪裡的意思 放在range的A1 有沒有 放在這裡 OK F8 往下 這個底下都是一堆的參數啦 最關鍵的是 這個是Web Formating 這個是網頁格式要不要帶過來 不要 然後呢 Web Table 網頁上你要抓第幾個 那個表格 Table就表格 第五個表格 其實只有這兩行有效啦 其他都可以刪掉 然後有refresh refresh 真的把資料抓下來 OK OK 抓下來 有沒有看到 那 可是問題來了 NAS 他這個時候呢 NAS是NAS I I的話變成下一個 下一個變2了 所以他在把第2頁給下載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 Distination 還是 A1 那會怎麼樣呢 其實特別是如果你沒改這個地方的話 他能不能跑 他也會跑 會不會蓋過去 好像不會 他會怎麼樣 他會下載之後的話呢 他會 把資料放在A1 可是原來知道怎麼樣 他會變成 把原來的這一段資料 把它排擠到右邊去 所以呢他會變成這樣 就是 如果把它執行 下一個 OK這個讓他跑 Index 等於2 那一樣抓 抓下來 你會發現 他原來的資料有沒有下載 有 可是 第1頁的page在哪裡 第1頁的page在這裡 所以他第1頁就被移過來 那第2頁呢 就放在這裡 所以 如果再下載下第3頁的話 怎麼樣 再把這兩頁呢 再向右移動 然後再放一個新的 那所以 如果全部跑完的話 你會發現 蠻有趣的 他變成說 全部資料有沒有下來 有全部下來了 但是會變成說 一直 擠到右邊去 OK 瞬間都全部跑完了 但是會變這樣子 資料是有全部下來 可是好像 也 也麻煩 不過比你重新再貼 應該會快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不要 一直都放在 我就開個新的工作表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 讓他怎麼樣 第1頁的時候就放在第1個工作表 A1 那如果第2頁的話放哪裡呢 再讓他往下放 放在哪裡呢 放在有資料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這邊 下個註解好了 我讓他跑一下 跑一下 OK 然後就抓第1頁 那這個index Page等於2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當我下一次的話 把這個 1的數字 改成什麼呢 改成Ctrl向下 Ctrl向下 我記得我們有學過這個 向下追蹤 追蹤 目前 這個 A欄的 最下面列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只要把這個數字 加1之後 放在這邊就OK了 那這樣不就是每一次就向下追蹤 放到哪裡呢 放到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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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